你赔得紧了 这边有痒那边有痒 你看看全人抓的这个样 皮肤又干又痒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胡乃文开讲咯 我是你的老朋友 胡医师 来今天给大家介绍 一 取直穴或监狱穴 立刻止痒 第二 懒人养生饮料 保养皮肤醉当当 还有不脱妆的饮品 第三 湿疹 肝选 你觉得难治吗 中医有妙方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大家洗澡的水也开得越来越热 把身体的天然保护层的油脂类 都已经洗掉了 皮肤就变得容易干痒 有时候还会发红 因为我们在出门 或者在同事客户面前 这样子一直抓一直抓 都是不好看的 不抓又很痒又难过 长时间待在厨房的餐饮业朋友们 或常常要碰水的美容师 没法师等等 冬天到了 你的皮肤变得又干又痒 甚至还会出现富贵手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 事情还是没有人帮着做 手还是要碰到水 手指干裂到 一碰到水就飙泪了 这个时候你把这几个穴道学会了 随时这样的按一按敲一敲都很好 取齿穴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满棒的 消除皮肤病的一个穴道 那取齿穴在哪个地方呢 是这样子 当你的手 手先向着自己的时候 在手肘弯弯上 这一个穴就叫取齿穴 你可以就这样子 像我这样子敲一敲 取齿穴在古书里头讲 它是治疗家界悬赖 就是说皮肤的病都可以找它 同样的家界血这些东西 都是用现代语言来讲的话 就是免疫能力变差了的 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常常使用这个穴 再来就是血海穴也很简单 容易找得到 血海穴就在膝盖弯弯 然后膝盖往上一点 在内侧的地方 就这样敲一敲就可以了 还有两个穴 其实也得告诉你 第一个叫做肩鱼穴 肩鱼穴是在哪里呢 是当我们的手啊 例如说我这样 把手臂这样子举起来的时候 然后在手臂跟肩中间这个骨头关节这个地方 这个穴就叫做肩鱼穴 这肩鱼穴呢 你要敲要怎么不容易 但是呢按是很容易的啊 就这样轻轻这样的按一按就可以了 这是肩鱼穴 另外呢就是三阴胶穴 三阴胶穴呢 跟三阴胶治疗了相当多人的全身各处养的 记得有一次那是在也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的岳母呢在国外把这个就是因为在草地里头走啊 结果被不知道什么样的毒虫子给弄得满身满腿啊 满身都是红点点 养的都不得了 那当时家庭医师怎么样给她吃也没有用 换了不知道多少种药啊都没有用 刚好那个时候呢我有一个机会出国 我就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我看到我岳母这个样子呢 我就说来我给你扎起针 刺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全部都好了 所以呢你这样子敲一敲这些穴道也都很好 来讲一讲懒人养生法 讲一个叫做柠檬白木而饮 它的功效是怎么样呢 可以适合啊皮肤容易干燥 而且皮肤有暗沉的 因为柠檬可以清热有化痰止咳的作用 不过以现代的医学来讲的话 柠檬含有vitamin c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那再加上白木耳它是能够滋阴润肺的 不过这个方啊 这一个柠檬啊 它里头因为含有一点糖 所以要注意一天就是喝一杯就好了 不要喝太多 免得让你的体重增加太多 好再来看 这个食材呢是柠檬半颗 白木耳10公克加一点点冰糖 白木耳煮好了再加一点柠檬汁进去就可以了 便利商店其实也可以买得到小瓶装的白木耳和柠檬水 没时间煮的话那真是懒人的方法就可以合在一块 搭配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讲一个汤品 冬天皮肤光滑 而且可以让你不容易脱妆 很多人会问脸非常的干又很难上妆 秋冬的皮肤本来就少又干燥又容易脱皮 这样子上妆的时候呢这个妆就很容易被掉下来吧 那这样就很不好 那建议这样子皮肤干燥的人平时多吃清热力湿的食材或药材 但是现在跟大家讲食材 像是绿豆啊丝瓜啊冬瓜啊这些都能够养护肌肤 那么最好的有一个养护肌肤的一个算是食物方 就是绿豆一人汤 不但能够舒缓干痒 并且能够使皮肤获得滋润变得光滑细致 就自己煮一煮来喝吧 再来谈湿疹 有观众问我湿疹的问题 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可以改善 许多人以为湿疹的皮肤啊干燥是因为身体缺水了 于是呢拼命的喝水拼命的灌水 越灌那个水还越越没办法留在身体里头 皮肤仍然是干燥 最重要的你皮肤干燥是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皮肤上的保护层没有了 你多喝水是没啥用的 多喝这个清热力湿茶就可以了 清热力湿茶给大家这个处方 茯林15公克 白竹12公克 地肤子10公克 牡丹皮10公克 干草5片 这些药材啊你把它洗干净了以后 在那里泡一泡 泡差不多20分钟之后 再倒800到1000cc的水 水滚了之后再用文火煮 煮它15 20分钟 那把药材拿掉 这个药汁呢在一天里面慢慢喝 喝完 一个星期喝一次 但是呢身体虚寒的人或者女性啊 孩子当点心吃 孩子压力大啊满脸或背部啊都长青春豆 我还记得以前我的同学一位马来西亚来的一位乔生 他满的满背都是这样子的青春豆 大概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天气太热了 然后到了台湾来了台湾又刚好更湿热 所以造成它的这个这个豆子啊长着满脸还不算满背都是 那吃这个三豆汤或者三豆沥湿粥啊 这个汤呢它就可以消掉这个青春豆 让皮肤不痒而且读书可以更专心 那绿豆它能够清热清血热 加上米跟红豆呢可以沥湿排水器 黑豆能够解毒 那三豆加上白米这样煮成粥长期的浮的话呢 对于身体出现的热疹啊或湿疹啊都有很好的食料效果 那绿豆红豆跟黑豆生干草都是适量啊 都是随意抓一点啊 那这个个随意抓一点来煮 你只要把那个浸泡30分钟 然后把所有的食材就放到电锅里头去煮一煮 假如说能够的话每天持续的吃一吃 那么这就很好了 再来讲肝血中医吧 肝血跟牛皮血其实都能够洗好 这样洗好啊是用洗的 好这个我们看有一位有个病例啊 他双手都发红就两手都发红 严重的脱皮屑超过十年让他十分的困扰 跑遍医院都不能够治好 这个两个手呢几乎天天都在长皮屑 有的时候会痒得受不了啊就赔对筋了啊 然后呢这个干裂的很严重的时候 就是甚至于皮开肉绽痛得不得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个办法 这是在清朝的一个处方 医中经见里头 这个药非常简单就是大麦 它里头写的是大麦一升熬汤 然后呢先熏后洗 什么叫先熏后洗呢 就是它在烧着的时候会有那个蒸汽出来 你就把那个痒的部位呢 就在那个上面的蒸汽 让它在那里熏一熏 熏完了以后 等到这个水比较凉了一点的时候呢 再来洗 这叫先熏后洗 其实它可以洗牛皮血 也可以拿来洗现在讲的异味性皮肤炎 还可以洗其他的痒都可以 然后呢它又建议再插一个叫做三妙散的 那么这样子它可以肾尸杀虫 我们从一股手讲的杀虫 杀什么虫啊 就是杀细菌杀黴菌之类的意思 那就可以取笑了 而牛皮血它是一种免疫上的问题 你知道吗 是自己的身体里头的免疫能力去攻击自己的身体 那血呢看起来是干干硬硬的 所以叫它干血 因为它很硬又像牛皮一样 所以也有人叫它叫牛皮血 那其实呢在学名上叫它叫白血病啊 就是说会脱皮血的 所以叫白血病 那我自己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 曾经有过一次呢 一整个小腿啊一大片都是 然后呢一抓的话呢就破就流血 就是这个流浓流到整个家里面的所有的地板上面 都是被我这个浓啊血啊这个沾染了 非常严重的时候 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当时只晓得抓嘛 越抓就越坏了 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 皮肤科的医生 你说他用了几种药 大概就是抗生素啊 质养剂啊 还有泪固醇 他其实呢用了这些 他最重要的作用 抗生素其实杀不了那些皮肤上的黴菌啊 那这个什么肋固醇或者这些 其实它的效果都只是止痒 所以我就想到 皮肤科是用止痒的方法 假如我不用任何的方法 我这忍住不抓可不可以呢 于是我就开始忍 那么大一片的这个 像选一样的这种窗啊 流水流血不止啊 我就好忍 我一忍忍他的三个月完全不抓 结果他完全消失了 连那个疤痕都看不到了 所以这一点我呢 我倒是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 我自己是忍过去 其实好 自愈力来养生啊 其实是比较好的 我们怎么样 假如你能够忍住一直不抓 那么抓的时候呢 因为容易破皮儿嘛 所以你不抓 忍住不抓 结果呢就不会有更多的 霉菌细菌来感染 那就不会恶化 不会发炎 别轻忽自己的自愈力 其实呢你不抓不抓 他就自己就好了 那自愈力我想在这个生物学上了 医学上了都知道 其实就是自己身体的一种 一种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 那其实像我们突然的这里面有谈的时候 就想咳嗽咳掉 其实就是自愈的能力 我就遇到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环境 结果就打个喷嚏 其实也是自愈能力 其实都是一种看外头来的不好的东西的一种能力 今天我的内容就讲到这个地方 喜欢我的节目 请记得按订阅 并且加上小铃铛啊 另外我的脸书 胡乃文开讲 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 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